繼續執行 讓它全部跑完 那跑完之後的話呢 這個試算表的結果就會秀出來了 秀出來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然後呢 最後呢 再加上一個清除 所以 請最後呢 上方呢 你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也是一樣 一個 圖案的 我是喜歡用雲角矩形 稍微正式又不會 太呆板 OK 那你也可以用其他的 那按右鍵的話 你就怎麼樣 給他 編輯文字之後按指定聚集 把剛剛的這個有沒有 我們那個名稱叫計算 的聚集放上去 那另外也增加一個清除 清除功能我想很簡單 清除好像剛剛也已經做了 我看一下是不是已經 指定了一個聚集 OK那這邊的話呢就可以清除 OK然後再 確定清除 確定一樣會跳出一個 一個 一個數字 那就讓他跑 那如果說呢 我們現在先 列 再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呢 換個方向 可不可以呢 其實也可以啦 我剛剛講說 你可以把程式怎麼 怎麼做修改 直接把 I跟J 顛倒一下 這個 放在他的上面 這個 放在他的下面 OK 兩個顛倒就可以了 要特別注意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的階層很清楚 比如說呢 這個地方在第一層 這個地方一定是縮排 有沒有 有沒有然後呢 在 這個 FOR迴圈裡面的內迴圈 一定也是在縮排 那執行的程式也在縮排 這個是 程式的一個撰寫的 一個重點喔 特別是要你寫程式 的時候呢 一定要注意喔 一定要排整齊 那這個縮排其實是按什麼 按一個TAB鍵 TAB鍵 讓他縮排 這樣的話你程式看起來 就會非常的清楚 你絕對不要 全部都沒有縮排 這樣的程式看起來很累 因為如果說你有縮排喔 一目了然 我就知道喔 有FOR一定會有NASER 有沒有 有FOR一定會有NASER 那程式在這個地方 就很清楚了 那我們把它顛倒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我這邊顛倒之後呢 然後呢 再把它清除 按確定我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發現 現在跑的方向呢 就會是 先 一欄 一列跑完 再換下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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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回圈的內外回圈的 順序不一樣 結果都一樣 不會有影響 OK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試試看喔 那程式碼部分呢 在我們的講義裡面也有 各位參考一下 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我可以看見 在我身邊